我跟你讲嘛 就是上个月 他那个发高烧 输业 头天是我陪着他去输的业 头天晚上我就去我儿子家了 第二天早上 他自己开着车 去输业 然后还路上去拿一个女的 我因为都是第三天早上 我跟他俩在看手机的时候 突然手机上面 七点过去 出现一个 我刚起床 哎 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把他手机拿过来看 我说谁这么早在跟你说他刚起床 结果我一看那手机上面 昨天他开车去接了这个女的 他去输业 然后今天早上一早六点过 他跟这女的留言 说今天我那个买了菜过来 我们俩在哪里 行行行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事多奇怪 而且 是这样啊 主持人 这个事吧 没有成事 他说是我 我说我正好吧 就是怎么事呢 他这个 他有成事 他有腰腿疼也不好 有预谋是吧 他就说啊 他说王老师 你看看 附近哪有能看腰腿疼的 哎 我说那个 你都上床了 你都在书业 你去接人 我要去书业 正好我说你上那个 就是社区医院 我也去 正好我开车车去 你去的话 我接你 咱们一块去 看看能不能检查检查 就这么事 再一个这个问题呢 我说起了 我爆料一下 是不是啊 既然心里都有隔阂了 我不说白不说 我呢 是一个农村出来的 他那些朋友圈里的 都瞧不起我 就说闲到 但那都有了 我说哎呀 一个外地人 说你跟他又没扯证 这也没有安全感的 你干脆离了 我跟你介绍一个 结果 在前两年 就这事就发生了 有一天早晨 他的电话就响了 哎 他没接 不正常啊 完了你必须接 完了之后 他就接了 接了一个男的 就说啊 说是那个 今天咱们不是订的 看你妈去吗 你老妈不是有病了吗 我再跟他说 哎呀 那不用了 王老师今天陪我去 你看看 这个人说你啥 这个人说你什么问题啊 我咱们不明白啊 我刨个问题之后 他说了实话了 他们同学就说 你跟老王肯定不行啊 干脆我跟你介绍一个 同学领着他俩去约会 都看朋友了 相亲了 还说啥 我这个事 从他那个我也忍了 后来他就怀疑 我有女朋友了 这不就这么事 听懂了 听懂了 两个人谁也没闲着 现在我听您的意思是 希望跟他结婚对吧 对 我是这样的 人家想跟你领证 你跟不跟人领 对 这不简单吗 你说我怎么结吧 这个婚 有隔阂了之后 最近 就是我不是买了个车吗 原来他那个朋友圈子 是有房车协会 三四十万的房车 他们经常出去一块玩 玩之后呢 就玩上瘾了 就这么呢 他们那个朋友圈儿朋友 就劝他说 你也买个房车得了 叫老王也学个车 哎 我说这挺好啊 我就学了 学了之后呢 他就想买房车 都是三四十万的 我说我这个买不起 后来我就抓紧速度 我就买了一个 不到九万的小车 失去面子了 通常那根 我就成不果然了 没话说了 咱回归到主题 您想领证 您不想领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我现在还不想先领证 因为啥呢 这还 分手吧 行吗 分手 这个问题 我也没想过 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发现啊 他每个月 给他老婆 六百块钱 他养着他老婆的 也就是说如果 前妻 说好了 前妻不是老婆 如果我不跟他扯结婚证 他是有后路的 最近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就得癌症了 因为他跟他老婆分手了嘛 得了癌症以后 他就回到老婆身边了 他这件事情 他有时候要会跟我说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 其实我有一只眼睛是瞎的 我是那个 四万目脱落前几年 我看不清楚 我就想有一个老伴 以后我 万一这只眼睛再瞎呢 我就是啥都看不到了 我找一个老伴结了婚 比如说以后我眼睛瞎了 他会牵着我 对吧 如果他生病了 可以请个保姆 他可以指挥保姆 照顾我俩 但是他不给我俩结婚 他又遛了一个后路 他那个老婆 他养着他 以后他生病了 他就回去了 那我咋办呢 哎呀 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我回老家 不是那个意思 是啥意思呀 直接说我说得很明白 就是说咱们俩处几年 真正到了 怎么都出了五年了吗 适合登记的时候 啥时候适合登记呀 对对对 因为他呢 你看现在是这么事 他有一个儿子 还没成家立业 负担也很重 我说你爸爸 你儿子成家立业了 你能诚心跟我过日子了 咱俩呢 前天全日子能在一块的 你现在是半个月 可家两天三天五天 完了你出去旅游 你那个圈子里 是不是出去旅游 因为我现在眼睛不好嘛 我能够看得见的时候 我就想赶快出去看 看世界对吗 以后我眼睛看不到 我只能在家里待着呀 所以我真的是就想 跟他扯情婚证有个保障